微面微笑的黑猪是用稻草及早期雨天用的缩衣编织而成 还有以猪连绳编织出的日本传统祭祀用的草编祈福品 这些都是草编师傅李龙发挥创意亲手制作的 这只猪里边有用竹竹做的骨架 还有稻草 外面是披上缩衣的钟礼 这样比较像猪的毛 取虎的宝船 这个做工也是很复杂 也是要靠头脑去想要设计什么 呈现一个宝床的形状出来 我对你也很敬佩 因为你给丢草新的生命 你带荣业 更勾兴 传统文化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草编师傅李龙 长辈就地取材用刀草编织的草刀剑 就是他小时候的玩具 李龙从老一辈传承的编织稻草手艺 举般天上飞的到地上爬的都难不倒他 不过他更希望能将记忆传承下去 纪录片是非常好 但是更好呢 就是能够传承下去才是更好 纪录片是永远大家都会看到 但是技术呢 你没有传承下去的话 就永远会失掉 匠师呢 在已经逐一凋零的 这样的一个数十的工业化社会当中 融入了这种匠人的精神呢 以及灵魂 我相信也是这个这一代未来台湾下一个世纪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往前前进的推手 副总统赖清德颁发匠人魂锦旗 给一生玄命投身稻草艺术的李龙 并代表总统蔡英文恭喜李龙 文化总会自2017年起拍摄匠人魂系列影片 至今累积33支影片 观看人次超过400万 并获外交部协助翻译为8种外语版本 向世界传递台湾的匠人精神 新唐亚太电视李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